这九龄堂刚开业 就来了个海平这么棘手的病人 这万一要是治不好 怎么办呀 海平十五岁的时候 就夺得了敲关比赛的桂冠 从此生命如难 但是 三年前 他胜了一场怪病 不仅戾气全尸 而且无法下地行走 所以我必须要治好他 可是 我信 你能走了 小姐 你这是神医啊 九龄 我许多年没走过 走得很丑吧 你走得很好 你走得很好 如果祖母和母亲能看到的话 定会很欣喜 嗯 现在你可以相信了 我一直相信我们家小姐 我现在就去给大理海平送药去 你呀 刚可以开始走 不要贪多 一点点来 我晚上再给你准备药育 九龄 谢谢你 你若想去哪儿 去就是 你若想去哪儿 去就是 你若想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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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就拿一个吧 你看这个 你看看 你看这个 真好看 喜欢吗 来 三头 父亲 来 你拿着 拿着 我们早晚前走走 话说回来 我还真没有亲自帮别人挑过礼物呢 这次回去 我一定要给 祖母 母亲 还有大姐 二姐 都挑礼物带回去 你想好挑什么了吗 想好了 你看 祖母 她喜欢翡翠 那我就 送一枚大半戒给她 还有母亲啊 她喜欢拜佛 那我就请一尊玉佛给她 还有大姐 二姐 都有礼物带回去 只是 只是 九龄 你的礼物 我左思右想 都想不出什么 好的礼物送给你 如果想不出 那日后想出再送便是 那怎么行呢 你都把我腿治好了 我就应该 备一份大礼送给你的 只是 只是 我左思右想 总觉得这些礼物 哪个都配不上你 你有这份心 我就很开心了 收到礼物其实我给你 备了一份 你给我礼物啊 刘儿 这是什么 打开瞧瞧 你做的 你做的 这双鞋 我为你背了很久 一直等着 你可以走路穿上的这一天 我希望她以后 能陪你到任何 你想去的地方 我会好好穿的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